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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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發牌一定要讓我生存 你讓我連揮揮槓都不行 政府不合法 為何要專門賣產呢 隔壁左右 五六百元一日租 政府沒有牌發 要拉牌主租 這條街九成多 拉牌主租 隔壁左右 我賣到那個人都頂到他 我十一命中 任何扁當都頂到他 為何你不要錢 我不可以這麼自私 我就封衣足勢 隔壁左右兩警察都找不到 阿伯真好考慮其他街坊 我做不到 今天 郭文貴先生 郭文貴先生 他被驅逐了 他任何門我們 róvel 兩天之內 就死亡 希望你們呢 就關甦一下 恩甦一下 又有拯救一下 這裡 為何會擺一個三果牌 好不好 政府,我們開會開了這麼久,現在還沒回覆我們 現在人家壞了生果,放了地方放,你又要拿筆錢來量 我不是挑剔你的事 我們解釋,我們讓市民知道過程 為何會這樣做,這麼特別? 上古街,這裏賣軍貨,這裏賣賣失貨 你不知道情況,我們旁邊也知道了 你牽連了,不要說什麼 所以你執法不公就是這樣 第一個蒙古包,在哪裏起? 老實說,我們看不到,你們看到為何要執法 第一個蒙古包,你們不會制止他整個 打到整條花園街,這裏不回覆 所以燒第二次,你都不制止,你們完全不是說你 那你燒死人,現在你這樣搞的 你們就執法,就是一隻香蕭 人家在這裏生存,你淡迫了人家 我們就想你,我寫下公子坑上作業 好,人民令人又跟大家見面 那今天我們的地方就很特別 我們今天就是在這個花園街 旺角的花園街 那裏面這位不用多介紹了 傅偉樂,這個深水堡的地膽 浮蚊的浮蚊的浮蚊 那隔離這位就是超哥 超哥就是花園街的蕩湖 那我特地下來這裏,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是一定跟有關這個當戶 早前這個縱火案 導致到人命的傷亡 還有這個,涉及到當委的管理 還有發牌的問題 還有這個劏房的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更加重要呢 就是一個刑事縱火的問題 那這幾天呢,基於早前的縱火案 嘩,我們看到這個食環處 就是突然間好像睡醒覺那樣 是啊 還有呢,就是突然間好像很有效率這樣執法 那傅偉樂,可不可以講講 是 自從縱火之後 整個深水堡不只是花園街 那個情況是怎樣 我想給朋友多點了解 其實花園街就不只是今天整治縱火的 去年食環處之後的縱火呢 都開始跟蹤的 那,一直在談那些當委的安排 然後再擺一些好會這樣 那,直至到最近再燒多一次 那我們就直接在這裏呢 是多了時間 跟這些商戶談 怎樣和涉環處呢 搞好那個當委之間的安全問題 那,就是,前年中了一次,去年呢 又是年美中火啦 那,那次的情況呢 也都很明顯是跟有些的糾紛有關 是不是 啊,超哥 嗯,糾 是不是適合到那些的,就是收陀地費啊 那些沒有的,沒有的 是,那個呢 就說,有一個呢 就是,曾經不是說這麼正常的 是,那個廚房那個,放火的 被人中火的 是 那樣 那我就是,問題這裏引發出來講呢 就是,很不滿的呢 就是,很不滿的呢 對說民主的來講 明知那次能夠收到這麼多當的 連續幾十多、六百多當 那他呢 都不是說在那個落物點那裏出發 這次燒死了九個人 三十多個人 他現在才開始收到 那,講回這些當委呢 喂,好像有了幾十年了 是嗎 是啊,幾十年了 他現在這些檔位呢 就是,食環處 可能很多年前 就是,你們那時候就 基於那個的生計問題 很多人就擺下檔,擺下檔 那當初呢 就這樣擺街檔 擺車士,走鬼檔 擺下呢 就固定 固定了呢 就整個棚 那慢慢就 就是成為了一個的既定的 既成的事實 那其後呢 就食環處就發牌 發牌呢 就是不到我們 是 因為來講呢 他們那些呢 早一輪的那些呢 就老牌主呢 就是 因某一段的道路要收回呢 就安置來講 就是花園街的 那這裏的檔會有幾多成是有牌的? 嗯,當中有牌的 當中有牌的 不是,食環處給牌的 是,食環處給這個 220檔 220檔 220檔之中來講呢 就是所有的 大多數的那些牌主呢 就是不幾老萬的 那這裏220檔 不只是主花園街 是吧 就花園街 本身都220檔 是 那剛才你說有一些 沒有機會拿到牌 那有部分是沒有牌 仍然在花園街經營的 是,它是七幾年那時候呢 八百零年代那時候 是取替無牌小販 是 那麽來說呢 就是,來講就是 迫遷了一班 就是我們這樣的 年紀那班人呢 就是 是依附這些牌的牌 幫主 就是大家學做 那你們那時候在哪裏做無牌小販的 是,在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附近 那裏做無牌小販 那就是那時候就有兩類的 經營人 一類就是有牌檔的 有牌檔的 一類就是無牌小販 我們無牌檔的 那食環處為了加強管理 或者清理那些無牌小販 是呀 就給你們在花園街經營 他們不是說給我們花園街經營 而是來講是趕絕殺絕我們 我們為了求生存的來講 有很多人又用不法的手 或者私下 私下的方法 不要說不法啦 私下的方法 不法啦 但是呢 都是為兩三 那食環處 是要我們犯法的 我們20幾次 那食環處是知道的 他當然知道啦 但是 他知道知而不改 是 知道第一個蒙古巴 搭起的來講 他不會執法 燒了六十幾檔 他也不執法 譬如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 你坐下來聊 假如呢 我們現在正在錄 你坐下來 假如呢 沒有火燭呢 就天天蝦餅 但是為什麼會燒了呢 不圍網呢 就永遠不會燒了 我們在幾十年 又無牌時間做到現在 我們都燒過 燒呢 但是呢 就不會這樣燒的 燒一陣子 他只會認識 或者你打三條狗呢 就 那個狗 救火車未來 他有活動車來 噴噴噴噴就可以了 因為他沒有火在這裡 車仔沒有火 個個都放了一塊 那你說遺網呢 遺網是何時開始有遺網的 你問食文書 你問我呢 我講不實的 你問食文書 大約 十年八年 只是十幾二十年前 才開始有遺網 還是近這幾年才開始有遺網 應該是近這幾年 近這幾年 六七年 六七年左右 大約是這樣 那如果你做食文書 執法者 你有權管我們 現在這樣 人家那些 你都要 即是那個法牌條件 就講明不可以遺網 不可以遺網 不可以遺網 只是整明一個框框給你 一等過 日頭就可以開檔 日頭就可以開檔 晚上就要遺網 那這條線 就是我們去爭取的 為了穩食 因為你那時候定的那條例 就是 認識那時候幾十年前 五十年不變 我們定不定 就不擺那條街 這條街 五十年不變 那通常 他們遺網執法 你不過解 都對的了 就對的了 就不會抄牌沒分 那這條街 第一個遺網 快點在播 一開始遺網 那些 是不是有身份 有地位的人 是 你問他 不可以 不可以 如果有通告 又是他遺的 本來就是 每個人都有一條通告 他又遺的 一個遺 你還執法者 你不說我 小販是人都貪心 你遺得我遺得 這個不是貪心 這個公平 公道 為什麼他遺得我 不可以 你遺得你很生意 你說得對 你娶了我的生意 你怎麼穩情 他們晚上就這樣遺 好了 燒第一次 就是在我隔壁再隔壁 因為我沒有遺網 隔壁沒有遺網 就燒不到了 你說第一次是幾次的事 三個檔 去年的 去年的 年度燒幾次 就遺網之後才出現 我沒有遺網 我沒有遺網 隔壁沒有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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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沒有了火燒連萬事 第二次就是那邊 六十多檔 燒六十多檔 燒六十多檔 就是遺網 好了 燒完這件事了 整排檔 執法者 就沒有去強加鎮壓那些違望 燒完之後都繼續被懷 繼續被懷 那就弄到現在燒死人了 好了 就說不被懷 不是不被懷 說我們不自律 說我們啊 說我們不自律 什麼狗條人命啊 他一點責任都沒有啊 我們什麼自律 那是不是對我們很不公平啊 你就是執法者 你平常知道他錯 為什麼你第一個違望不打沉他 還有有一部分的當戶 那個程度上是被迫懷的 喂 隔壁那個懷了 你懷懷了 你懷懷了我不懷懷了 我懷懷了我不吃 那這是正常 那你就執法者 那你的食環煮也不做事的啦 第一當你就要蓋上去 蓋上去就沒有這個事情發生了 一會兒我們在這裏擺 就在這裏擺 現在幾十年 自從上了排檔之後呢 沒有貨在這裏擺 在這裏擺 是空車排檔有貨的 可以緊貨 從來沒有這樣燒的 知道那些百驗呢 找些紙皮 即是找些布紙 怎樣穿 但是車仔才不穿 這個花園街也好 通菜街也好 整個深水埗 旺角呢 都很多這些排檔 其實都相安無事幾十年 沒有啊 那為什麼突然間 這一兩年多了這麼多火燒呢 都說為了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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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加火燭什麼事呢 因為 嘩 你的布紙都是在這裏 被它燃燒 有些人能看到 別人的通道 即是出入的通道 你維網 那布紙都在這裏 掛在這裏 那一口二口就走 那你覺得 那你假如就算 找到鋼火的人出來 都沒有了 都沒有用 都不找到 有可能 有可能 即是可能是基於維網之後 就知道 當戶擴展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對這個居民 對這條街的居民 產生一些不滿 那有些可能生氣了 臨後下班 坐著這樣 忘食人之煙 有些喝酒 一個煙斗 但是這些呢 都是另外一個原因 最主要呢 第一 當遺忘 為什麼你是懲罕不抵制 你是執法的 你剛才認了 認了就是 最早遺忘那些 是有些身份地位的人士 不是啊 你假如 老實說 如果沒有身份地位 沒有什麼呢 抄襲就抄到你暈了 議員 一天四百你就死了 我每天告到三次就可以 對不對 你們經營了這麼多年 過去很多街邊檔 我自己最記得 80年代 這個荃灣的兜華街 周街 整個二三八個小販 最後就是政府建了一個街市 這個溶口道街市 有些乾貨有些濕貨 全部搬自散上去 其實深水埗都很多 李靖屋邨 順寧道 附近以前都很多 其他街市呢 就逐步安置上去的 過去有沒有跟當戶 談過或者政府 有沒有任何計劃 用這個興建 根本上來這裡 翻完街呢 就一向是小環區 整個大小環區 很早前 這樣呢 你抵制都為妄 大家自律些 走魔東玉符合了 消磅 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你現在這些議員爭 說車仔准不准放下來 什麼什麼 留家不留家 是多餘的 我告訴你 他沒有親身做過 我們擺一部總車仔收檔 什麼事都沒有 我就覺得 那些議員不是說你 就是說你 幾十年都沒有試過 根本有些議員 根本有些議員 他都不是做 都沒有調查過 沒有吃 就一口一口 不是三成四 老實說 阿Sir 叫你賣水果 在排檔買 你賣兩箱產品 看看 賭都可以 那些產品 你叫它怎樣 大家收開無價 剛才說另一個問題 你覺得整個管理問題 就是源自遺網 那如果遺網的問題解決了 解決了 整個派妝的管理就會 解決了之後 符合消防的要求 消防要求就是 加多 加多 他家救火車晚上就走 過得了 好 行了 我們放回 這樣 日夜晚收回來 不過消防班 通道給你1.5位 他要求 1.5位 這個台檔是接受沒有意見的 肯定沒有意見 你附入到消防要求 那如果有過界有性 你食環署可以告他 那要不要搞到 又說扣分制 又說三成四 老實說三成四 這條街 現在八百元一張 告票 那個議員 那個左洛勝議 剛才你說到 政府的要求 留回1.5米的消防通道 不是 消防 消防 即是外面的街 就保留小防通道 六米 六米的消防通道 旁邊呢 就保留回1.5米的通道 派妝是接受的 既然派妝是接受的 為何現在的食環署 仍然不斷有檢控的情況 他現在還我們呢 就揹了九條人命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檢控 為什麼檢控 上頭目 死了人那麼久 食環署上頭目 沒有表過態 即是你一定是違反那個法牌條件 才可以檢控 不是 因為法牌呢 就英式幾年前 幾年前 幾年前 那法牌是幾大 三成四 三成四 即是當不當都超過三成四 其實 不是 牌檔就沒有超過 不行 不行 牌檔有 牌檔呢 牌檔呢 就是三成四 但是呢以前英式 阿婆呢 都擺一張桌子 擺一張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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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真的 街市都是這樣 你現在看一下 上面呢 線大街市 每個人都擺一張桌子 因為你三成四 都擺一張桌子 三成四 棺材都擺一張桌子 是啊 棺材都擺一張桌子 花園街做呢 英式證據就擺一張桌子 即是說 沒有文化 沒有體力勞動 那些 但是如果你按三成四 那個發牌條件 差不多二百二十 每天都可以收告票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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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下來檢控 那檢控誰 個個都違規 他檢控誰 他都違規了 那他沒得做 沒得做 那他檢控誰 那他檢控誰 他每天發二百二十張告票 是啊 你有沒有看 你有沒有看 一天幾百張都是這樣 他現在變成彈性 彈性的主理 那我們那天示威過之後 他彈性主理 如果不示威 衝過來好像 嘩 如果你做示威 我們這樣的男人都害怕 明明還好幾十個圍著你 不斷拔東西走 就告票發給你了 拿出證文了 那你那天拿出一張告票 即是那個檔戶白造成一天 白造成一天 八百元啊 我都不知道 每個人都不知道 那部車仔不可以 照以往的塔子 明天收過他發發問 那他送了車仔給他 車仔都要扔掉 要扔掉 你還扔掉 我們這邊 每個人都差不多八百元 九十都扔掉了 車仔千多元 有些三千多元 不是便宜的 那你為了 你說要這樣 我們都要接受 那就扔掉 你說到要 這樣又不行 根本無法做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呢 小 無牌小班做到 無牌之合作 怎樣分進 就是你這件事 但是你這樣 因這件事 沒有人負責 政官沒有人負責 真是責任 真是責任 寧忍受 寧忍受 寧忍受就是要我們 每個人都死 消失在世界 什麼叫寧忍受 你政府應該 為什麼會這麼大火 找個專門小桌追查一下 才行 平時幾十年都沒試過 為什麼突然間 連續燒三次 你又不要推卸 日放火 假如 阿二賢 你這裏只有車仔 人家怎麼燒 你都沒試過 幾十年都沒試過 為什麼連續三次呢 就是你維網在這裏 有貨在這裏 正容的 為什麼會維網呢 你維網就是犯法的 為什麼第一個維網 你食環署不會打壓它 不鎮壓它 不取消它 不理 好了 最近食環署 基於九死三十雙的問題 就把責任 推卸在檔墓那裏 是的 那麼 連串的打壓行動 是的 以及不斷的檢控 是的 發展到這一個階段 當戶有什麼要求呢 當戶覺得 那個出路是怎樣 當戶呢 就遵從你消防條例 晚上 擺回你的消防條例 賣片 日後呢 要求我們以前 爭取回來五十年不變 那條線 不那條線 剛才你說的那個 就是過去容許那個面積 這條呢 你都知道 街市當戶呢 它有一個租約 租約就是規定面積的 有些可能是六尺 乘十尺 但是除了那個租約之外呢 每一個街市呢 房屋處也好 食環署的街市也好 它就有一條黃線的 它就有一條黃線的容忍線 那就是說你租約的面積呢 可能是八十尺 但是那個容忍線呢 是伸出了可能三尺 都是五尺 是啊 當會不會有類似的要求 就是說 我那個的牌照 就是三成五尺 三成四尺 三成四尺 但是除了三成四尺之外呢 在一個實際經營上呢 可以參考回街市 現時街市的做法呢 就是每一個區呢 就給一條容忍線 我們呢 容忍線就在這裏 但是這個是你自己定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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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但是沒有任何 但是沒有任何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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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口頭而已 但是政府沒有任何的政策 是指定這條線 是一個 你在這條線內就不會告 不同街市嘛 街市就講明 那條黃線 你在一條黃線之內呢 是政府容許的 管理部門容許的 你會不會覺得 如果是談到一條容忍線 可以初步解決的問題呢 我們希望 我們呢 已經有代表前天跟他談過了 跟李梓華 跟華樓大邦 但答覆呢 他說到處都可以下車 就是巴仁街 不想下車人 那是什麼原因 他就說 你巴仁街什麼 九條人 兩個問題 至於怎樣處理巴仁街 是一個問題 但是作為一個當戶的管理政策 因為 人都知道 三成四尺 沒有可能繼續經營三成四尺 好像你所說 擺骨灰暗 擺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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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試看 你自己放上去 老闆 我幫你擺入三成四尺 擺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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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還要三個 現在是強子 你三成四尺 擺入多少 我們低下層,現在是賺錢 你製作告票,你更加賺錢 都未追過一個空槍,想案論大體做野 我現在的檔案,可以防火,可以… 八辣比水的,八辣比水的 可以殺的,八辣最守規矩 我懸署,我兩萬、三萬的好人 我懸署,我懸署,我懸署,我懸署 我懸署,我懸署,我懸署 差了幾張告票嗎? 我懸署,我懸署,我懸署 他晚上來拍照 他寄你的,不用你 他有六十人的 因為他這個牌檔,他放在這裡,過夜 都不行 這樣就軟了,違規 就寄告票給他的 你不認 你不認 你說這個車仔不是我的 不是,他貼過那個牌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幾號檔,拍照 拍照就是發報告給他 八幾十年都是這樣的 幾十年都是這樣放的 你要他來講,那個架在哪裡 你叫他怎麼賣 八十歲了 八十多歲 八十多歲 八十九歲 八十九歲 你叫他一個人搬,他都難搬 是不是 是不是要看出一下 那個環境去研討一下呢 他就這樣放的了 我們看到情況 八十九歲 八十多歲 放了幾十年在這裡 過去從沒有說檢控的 那突然間一個的 就是縱火案呢 就是食環處 不論這個過去的歷史 也都不論那些市民 就是那些檔戶現時的苦況呢 全面嚴厲打壓 就看到這個無良的政府的行為 是 好,我們休息回來呢 待會我們再談談 花園街 就當沒有問題 還有那個出路 是應該要怎麼處理 待會見